好 歡迎大家來到第137集高達入門的Part 2 隨著Turn A的離去 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高達也是 阿文可以解說一下 其實高達的命題上面是有一個潛規則 其實說回機動戰士高達這個名字 由之前機動戰士這四個字只可以是UC時期高達用的 其他非UC是不可以用機動戰士這四個字 純粹是他們的年代如果不是UC多少年 他們就不可以用機動戰士 這是一個潛規則 機動武鬥轉 新機動世紀那些名字 但到Turn A之後有人破壞了這個規矩 那當時就是第一個破壞這個規矩的高達作品 但看上去又好像回歸UC高達入面的世界 因為他的故事很有記事感 初初看是 初初看他整個故事的結構頭過十集左右 其實跟0079是有八成相似的 有點像看新柱龍虎門的感覺 算了沒有看的人先不要問 其實不知道 我反而是覺得 我一開始看已經覺得 太有記事感 我覺得Killer所說的話 就是今次的這一集中的喜歡 當他上機的時候 或者接觸到軍隊的時候 他說的話 超級有記事感 以前都說過了 為何你還要再出一套 即是再說過呢 就算你沒有正式看過高達 但你也在網上接收到這些文化訊息 對 其實那時候我經常追回UC 如果我聽你們說 TURN A是 傅野自己說 GUNDAM已經結束了 我會明白 為何他會在這裏 決定重新再說這些 因為他要包裝 包裝過了他這些 其實他是不是覺得傅野 都拋棄了高達 那我就接回高達這個名字 也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時代是會轉 BANDAI和Sunwise都要運職 因為不可能完全放棄 那時候都隔了二十多年 要應付新一代 你的意思是跟UC第一集 是的 新一代的人 都可能想看高達 不可能每次叫他們 由爆炸頭年代開始看電影 他就是這樣應運而生 出現了SEED 也是為高達這個世界 注入了新血 帶來一個新的高峰 儘管是很多人不滿 這個系列的存在 但的確有他的傳承 或者商業的價值 其實就是因為他覺得 大家不會追回舊野 我們要開新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做到好商業 是讓一些新手入門 這樣呢 尤其是 我想副爺自己看 他是嘔多幾兩血 他就是最討厭這些商業到這樣地步的事情 其實看回他的人切 其實跟以前那些GUNDAM的人切 是很不同的 感覺上 整隊都是年輕人 大家大眼 其實帶一點點盟 敵我雙方都是年輕人 又是城寨 Johnny那些偶像 亂入了戰場 雖然現在 我從CID開始看 我沒有看過UC 我看第一集 沒有在頭十集 我第一集已經覺得 他很明顯是CELBX 很明顯 明顯到OB插曲 什麼歌 為什麼兩個男人在宇宙間 在宇宙上 是parallel去對角悲 大家對阿朗 歐月朱麗葉 在宇宙中分開 然後插曲的歌詞 意思是 我跟你在一起連藉藥都失色 什麼事 我沒有看過GUNDAM 但我對GUNDAM有一個印象 我不是完全沒看過 我是沒有深入去看 但我也看過 你當然會在你的生活出現 所以我第一集 從頭看到落尾 CID我看完的時候 事情與我相差很遠 我只能說 這是時代製造出來的悲劇 但我未必是悲劇 但他在星優方面 他的數字也算得很盡 無論他的機器 全部是 跟WING一樣 那隊高達就是 高達戰隊 基本上 你剩下他們 只剩下頭 如果對角不算 他們完全是一樣的 而且 他們每一個都有役 我覺得 這是響兵 我不知道是不是響兵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一定有幾支炮飛出來 但是我身邊很多 父女和宅女 他們買GUNDAM模型 他們自己都說 會特別喜歡有役 是 華麗一點 我想是因為 真的華麗感 或者 其實回應高達一句名句 就是 你們在地上爬 他一聽到這句話 武翼就不行 低人一等 不要這樣 沙沙被他們 那些都飛到的 他們是宇宙尊容的機器 這套是否第一套有量產型的GUNDAM 量產型的GUNDAM 不是 初代已經有 已經有 經常都有量產型 有 因為之後那些 直到做都好像波移沖浪 不過這套就將它量產得來去美型 以前舊世代量產得來 你的款式是覺得 不是 我覺得紮固 紮固是另外一個 是男人就要用的機體 但是以前 例如量產那些 例如吉姆那些 你看下去 就覺得是限國 等於你入銀行 你見到沒有穿西裝 這個肯定是低職位的員工 雖然我自己都不太欣賞商業到這個地步 尤其是加很多有殺必死的劇情 我覺得經常雨搖 經常洗澡 也不是經常的 有 但是真的 我要壓制自己的心虛 平心而論 他 要站回商 尤其是之前那幾套高達 我想 在贊助商 投資者的角度 是接受不到的 尤其是聽你 你見到模型少得不重要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飛躍巔峰應該很紅 他雨搖的比例 雨搖的仔細度 還有雨量 都是比試高的 但是商業效率已經不夠高 最慘的 高達真的做得到這個 所以他拍完一季又一季 商品到現在還不斷出 那這總共有多少集 如果這樣說 這麼長 有C和CD兩套都是連回的 應該每一套都會52 如果沒有吉的話 我好像有看完 第一輯是50 但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每一集都會來總集編 經常出現這種做法 你很難追回 如果你中途想加入這個家庭的話 他好像是因為製作的問題 所以要這樣 C的總集編都比較正常 正常 以前高達也有 不是C的才有總集編 但CD的總集編 C的總集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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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點離譜 所以大家都默默接受 哪罵哪看 CD很多東西都離譜 CD有一點是玩難了 他想推出新一代主角 但是他做不到家美遊 以前高達在第二輯set的時候 阿寶出了 很快就落錯幕 家美遊可以維持主角地位 但CD主角竟然變了路人 我想他從來想推的 都只是Killa 第一輯是Killa 阿斯蘭想推的都只是Killa 但他最初 阿鮮出來的時候 很多動畫買附都是這樣 本身有一個配對 我推多一個出來 A和B的組合 A和ABC的組合 就是A和B的三倍或者四倍 你會亂回答 我覺得阿甄子 感覺上好像是馬莎 和寶格尼的家美遊 存在感本來已經低了 他還要再推低一點的出來 你們說配對的 我留在下次再開設的專集 我不是說CP的問題 而是那種存在感和特色 即是非了真是路人了 我真的感覺不到他有什麼特別 尤其是有看UC的話 我突然覺得他的劇 真的超級露球 下次開設的專集 就請你們兩個來 我會解答你們這些問題 或者再深入討論 但我亦都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說 我都推薦這集作為他們入門 始終作畫方面 或者機設 甚至乎 跟現在那個年代都不是差太遠 即是你要找資料 或者那個時代感 他都 我相信這代人是會比較接受的 至少你要找回來看都比較容易 還有他們的主角想法 比較年輕一點 好聽一點就年輕一點 大家容易明白代入一點 他有講一些人道的問題 但又不會好像 膽了別人那些人 是叫做 對機體的 但不會太過雪教的味道 真的像是偶像劇 這套劇你不可以用腦去看 稍為有腦就會鞭炸得很厲害 但你一邊鞭炸也會一邊看 我自己追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很少追回追得那麼密 這晚應該有字幕組出 我還沒有 因為他算好數字 有意入口 有意不可以用腦 你完全是消耗式去看 所以可以了 但其實他的故事可以支援這麼遠嗎 他的故事是否真的編排了這麼多東西可以說 我不覺得是 這個其實他根本是用很多時間 給人物去做一些青春劇的 Service 其實他的故事的框架是更大的 不過就去了外傳 他本身的世界都有一個外傳故事 其實我喜歡的是那個 Extra的世界 其實Steve的世界觀是比得上 UC年代0079的世界觀 是很大的 外傳是很多的 但是外傳一來就 他不是太影像化 所以比較少人看到 撿漫畫和小說 對 二來就大部分人的眼睛都去了 基拉斯蘭 所以外傳那些反而沒什麼人理 他外傳裡面就是一些正常人 或者是刺一級的 他裡面所謂的新人類 反而人性的味道比較重 他外傳就是給一些看開的人 或者是成熟一點 想了解得更深入 甚至乎他講得很仔細 譬如其中一個主角 裘羅 即是廢物商那個 羅吉 阿羅 他作為一個回收廢物的人 如何在這個世界生存 或者在宇宙生活的一些常識之類 你覺得那裡寫的東西 就是你想了解那個世界的 就是一個入門的渠道 另外一個主角就是 重雲俠 就是熔冰的身份 他也是一個很成熟 比較成年的角度 他怎樣看這個世界 他自己的身份 比起 人見人罵的City 那兩位主角的 忠義行為 是完全另外一種味道 但他們是在同一個世代裡面 面對同一場戰爭 那可不可以只看外主不看City 即是入門的話 但是如果你不看動畫的話 就沒有機會接觸到 因為他們只是出了漫畫 和有少量的小說 即是City的外傳是沒有動畫的 是的 沒有的 City的外傳其實很難獨立來看 因為他有很多世界觀的東西 在這套動畫說了 他慢慢沒有說到 即是我們要忍受了這些 先苦後甜 是的 因為他其中有一些故事 例如動畫裡面 Aquila 他負傷 退場了一段短時間 在外傳的時候 有交代這個小小的劇情 他是被外傳的主角救了 有一段都記得阿仙蘭自爆 他不是被粉紅色頭髮那個救了嗎 不是的其實是被外傳的 中間還有一些故事 是被粉紅色救了 但是粉紅色遇到之前都還有一些 那裡幾有趣的 後來都經常有四格 惡搞的 是因應這段小故事的 所以我也覺得 值得作為入門 又不想太久遠的 就由這裏開始 而且機設其實也是幾足的 雖然也是有些記事感 你看到很多UC類似設計的機體 但是如果你說Gundam系列的話 那他的中心思想在這一套reborn裡面 他能不能夠做出來 那為什麼他已經在說另外一些話 有設定到的 但是他用一個比較 怎樣說呢 他無全清甚至乎是 將他幼稚化去說 有反戰 他也加了一些比較新的技術 例如複製人 複製人作為一個戰爭工具 這些不是Star Wars的戰爭工具 複製人侵略那些 我也覺得他有添加一些 與時並進的新意 是整個故事後段 一個主軸的劇情 歌姬呢 歌姬是不是攝線遊 之前那些有沒有歌姬 沒有 之前是Marco的時候有歌姬 之前沒有 你可以當他是引用了另外一些作品的元素 所以他也算是與時並進 Ceed的歌是一向都很好聽 很多人都沒有看Ceed 都會聽他的歌 我記得計算Wing之後 他的歌是最多的 所以他也是一個成功的元素 所以就算你一邊看 怎樣爭取得到 但是很多其他元素 去backup之下 你會基本上都看得完 尤其是第一輯 Ceed就經歷了兩輯之後 到另一個最新的世代 就是00 00 00 說真的 我對這套我看的時候 都會 但看完之後 好像失了一 忘記了這套說什麼 恐怖分子 這套我最初看他的人切出來的時候 連我自己也驚訝 他居然找高貢 高貢貢 找女性BL 少女漫畫作家 來做人切 這個也是於是平春的做法 其實他這樣做 我看我會覺得很大膽 我會覺得是因為Ceed的成功 影響到 令他夠膽這樣 其實看到很多Ceed的元素 是只剩下00 其實 我想 其實某程度上 是因為Ceed 被人踩過劇本太多次了 但他想出一個比較高一點 或者是 For Ceed的人 他們看完Ceed 可能他們想看一些比較高一點 故事設定的成分 然後他才推出00 給這些人 然後他又想成功 然後就把那些元素放進去 我覺得真的是Ceed的進階版 劇情上精煉了 他要表現那種思想 也挺前衛的 就算是在他播放的這個年代 我想不只是前衛 他的思想是以武力做之武力 他的名句就是武力介入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他是把之前所說的 以戰爭去達致和平 將他尖銳化 將這件事激進化 還有他剛剛是911之後出的 講恐怖分子 不是 不是嗎 很久了 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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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真是一個很艷滿的話題 會是 Ceed有沒有講過恐怖分子 恐怖襲擊 這個題材 裡面有些軍事行為是屬於恐怖襲擊 其實也有些人將它攻擊到殖民衛星 也有些人會聯想起狀細謀 開頭已經說什麼 色情人節 Double O裡面 主角本身就是一個恐怖分子 他由一個少年被拐帶或收養了 傻子 撒娜 還說到他是中東人 其實我覺得有點 但他的樣子完全不中東 中東了 他的膚色有脫網點 然後他由恐怖分子脫離 成為恐怖分子手段拯救世界的前衛少年 挺大膽的 比希羅佑 你夠膽吧 恐怖分子是主角 比希羅佑他更有自己的思想 但他接受了那套觀念後 完全把自己機械化 不是Gundam 他要跟Gundam合體 他將一個理念灌輸到自己之後 關掉自己的理性鍵 全力就是服務這個理念去實行他的所有行動 奉獻下去 以前是沒有什麼這類角色的 另外他身邊的同伴都個性是挺突出的 不是純粹為了耍水 每一個背後都有似乎一套觀念去支持他們 這個我覺得是比希羅佑成功的地方 他也用了很多複製人員數 他整個故事 幕後 他們有超兵之類的 是不是一個新人類的盡化白呢 這個反而像UC年代說的強化人 用一些科學手段 將普通人變成近似新娘人的戰鬥能力 其實超兵這個 現在很多人盡傳 一些陰謀論者 美國、中國、俄羅斯這幾個大國都在實行 都是同一種觀念 將士兵的體能透過藥物或催眠手段強化 美國隊長是其中之一 超兵就好 很多人看上去又有不同的投射 覺得挺真實 而且他是用現在現實的時代 後現代 近未來 他用的是我們現在的時間線 幾百年後 他不是作過UC、AC的年代 他是用AD 如果他貼近現實這麼多 那會不會更加適合 又是一開始就用他來入門 一開始就看他的作品 他其實就是想打這個算盤 他也是覺得 你之前看了那些 如果每個都是用那條線去開始的話 之後就是要跟那套劇本 他又想畫一條新的時間 先去吸一班新的 或者不需要受過往去祭爪的一個劇本 一個世界 這方面我覺得都做得挺成功 尤其是本身他們 主角殺了天人 當初是比現有地球 各個大國的軍力強些 那種強勢出現的 先進你們幾十年 不是好像不止幾十年 怎麼會說的 我想我們比較力氣大的人 才能夠什麼都插手 那變成了 純粹幾個人 就可以影響整個世界的 軍事平衡條件 就出現了 所以說他們是恐怖分子 是 但感覺上他們 其實戰隊感覺是更加強的 今次所有主角都插手同一陣線 一開始是同一陣線 所以他們整個隊伍一起做的 整隊戰隊感覺是很出的 而且我們每次行動計劃 配套每人擔當不同的崗位 也挺緊密 我本來很喜歡踢這些所謂行動的方式 或者設定 但我都覺得挑剔位不多 後期反而 當他們出現新挑戰 我覺得才有些少少破壞平衡的感覺 但一直以來 他們想營造 觀眾投入世界 或者他們的崗位 是很強烈和很成功的 你會認同他們 甚至乎 現實世界就是應該有一群這樣的人 不是被那些軍事大角控制 變成了他們成功地做到一個大家投入的世界觀 我想問 是否這一套 主角群都沒有喜歡 以及他們的機器都不遺場回來 是他們自己研發的 他們是基於背後的幕後搞手 就是百多年前 好像 忘記叫什麼名字 財團 類似是一個博士 他做了這個系統 是為人類的未來 他預計到人類這樣發展不行 所以他秘密做了一個計劃 是未來交透給這些少年去實行 為了人類未來的發展 和其他外星文明接觸的時候 應該是發展了什麼路向 所以趨生這個計劃 統一了地球的人 然後才可以再和其他種族溝通 他也是想說溝通的問題 不過一開始就用大量殺戮的方式 去制止了 以武指武 產生了這條路 我記得這一套也有中意 是否叫沙維 沙慈 這次的中意不是主角 反而這個中意沒有令人討厭 因為他死了多人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很討厭 他作為一個平民小角色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沒有其他那些 因為其他喜歡主角 因為他大影響力 所以你覺得他太討厭 阿沙之喜歡你 但他沒有什麼影響力 所以個人感覺就沒有太討厭 即使他低B 但他也不會殺到很多人 是的 他反對他們用這種恐怖手段 即是那四個主角 他自己有一套理念 不過剛巧他的理念 跟主角那四個人的理念相反 所以你覺得他跟故事有些價格不入 但他儘管他身上 他女朋友 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 因為戰爭的影響 他都沒有變成那種 轉入牛角尖 或者 我現在開始認同你們 即是他不會突然跳到另一邊 他還是要維持自己的信念 希望影響他 甚至後期協助 薩娜一起拿高達 但他也有條件 總之不要殺人 即是他都很謹守自己的理念 的崗位 所以他沒有什麼步驟 都作為一個平衡 即是這班 擁有強大殺傷力武器的天人部隊面前 一個平衡作用 這個是連當初那個 是否伊奧里亞蘇格寶 那個計劃的武器學生 真的不記得 還是另一個人 但當初那個 博士都沒有計算到有這個角色出現 但他真的影響了這班人 所以我反而有少少喜歡這個角色的存在 他講出人性的一面 如果是這樣 是否 其實 柳廷道 是因為 座里面 兩個主角都這麼喜歡 所以他就 將這個 喜歡的角色交出去 因為 因為他一直以來 他的角色都是 一班年紀又是喜歡 性格又是喜歡的人 做主角 很多人說 其實高達向來都有一個 很重要的定位 就是主角通常是用少年兵 或者是被 無理地捲入 這樣的身份 用這個角度去看 戰爭 或者是權力鬥爭的世界 是會好一點 因為他們本身是 沒有一些既定立場 他們的既定立場 不是他們的既定立場 就是沒有打仗 大家 是這種人 或者是平民 才會有資格去講 如果你本身就是軍人 第一 你要服從軍紀 第二 可能你也是某些 派系裏面的支持者 你有自己的取向 不論是利益 或者是信念 反而如果主角是這種 第三身份的話 他才有說 如果不是 你本身就是聯邦軍的高官 你說什麼 反對戰爭 那些 所以 剛才 其實 複野 一定是找一些小孩做主角 就是因為 他是想 用這個小孩 帶出 想說的事情 所以 一個 究竟歷練的軍人 如果看到 死了少少人 就流眼淚 你會覺得 違和感很大 因為那些人 就是 殺到慣了 反而 反而 會被主角 對這些 軍事暴行 那種 反反不平 影響 回望自己 但是這幫人 在戰場太久 他們沒有自殺 自省的能力 所以 其實這種 主角設定 我覺得也是不錯 在Double裡面 阿薩娜 他到 中期開始 都有自己去想 或者是被身邊的人 影響 尤其是沙慈 所以我覺得沙慈 也不算喜歡 他發揮到那種 化淚氣為祥和的功用 不是 不是 諾安 諾安 諾安是大哥哥 只要幫他剪法 諾安的家人 諾安的家人 他的死就是 就是 沙慈娜 那個陣營的人 殺了 諾安的家人 但是他自己 都因為 信以母子母 這個觀念 所以他過程中 他也是不守願 當然 沒有意義的殺戮 他不會做 但是他也跟 薩娜 其他幾個同伴一樣 就是完全 將自己奉獻 這個計劃 或者這個信念 反而他們 都算是 一個軍事概念 的組織 Double 我留下 最後 下次專題才說 因為他 後來的劇場版 我覺得其實都 幾值得去討論一下 故事 其實就說了 A全 不打算說了 應該說 他還沒做完 還有你有沒有看 我看了半集 我竟然用了 抵力 根性 那些紀錄 如果你們這樣說 Gundam 這個系列 是說什麼 我想 如果現在看 Gundam Age 可以說 現在看上去 還沒有 Gundam 那一回事 除了他的機體 還是Gundam 好像開始到現在 主打年齡層 是一直降低的 對 不是 我認為0.0高了一點 現在H2 激低到9 那下一部 Gundam是給幼稚園看嗎 可能變成了 Double 我認為Gundam會越來越父女化 由他開始 其實也是 他Double O也很父女化 對 Double O有四個主角 然後死了一個帥哥 再加一個帥哥 不要說一件事 有人拍台 但我沒想過他會突然出一套 Gundam Age 我都嚇一嚇 我沒有看 真的可以接受不到 有些嚇一跳 不過現在可以當是高達的發展 高達暴龍 或者數碼高達 我們一早就說 高達一直是被商業元素影響 沒辦法 他始終是要搵食 還有製作一套 半年番動畫都會很大成本 但有些公司可以持有很緊 例如奸歷史那些 這是一個很慘痛的例子 當然有些他商業得來 也可以去得很盡 但高達是很難走出 和商業的緊密掛傲 亦都是他賴以為可以押納幾十年 你看到其他超級機械人動畫 甚至勇者系列 是押納不了那麼久 就是因為他某程度 妥協 才令到有這麼大的受眾 剛才提到Wing Seat Double O 越來越體重女性市場 那些 其實我可不可以說 因為Gundam 這系列一開始是很Hard Boil 很男性 然後他越發展 其實是想多元化 他可能不是為了商業性 而是希望這套作品更加普及 而令到他 他普及自然就多人買商品 其實都是商業考量 尤其是這個年代 無形的銷量下降 你做得怎樣出色都好 始終不及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世代 變成他要從其他商品去考慮 有時候Figure Figure當然要有女角 男Figure的銷量也是有限的 有一個Postar 卡 那些什麼File 乘詐 Gundam War 那套紙牌遊戲 當年我身邊那些男債 每個人都有一個 隨時準備出場 但是女性如果不玩卡 又如何呢 就是在角色的設定 角色一定要是某些性格 好像以前乘詐大叔 找你賣 又是窄到避 商品流通方面 現在這個年代 玩大叔這個屬性可能不行 現在那些大叔也是美型的大叔 就是UC那些奶爸 那些真的是大叔 湯金 光頭大肚腩 那些怎樣出呢 50日圓都沒有人要 變成他這種轉變 我自己不喜歡也好 但是我諒解是什麼一回事 他只要裡面有高達的核心價值 維持得到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看AGE 我打算讓他出到20多集才開始看 我猜他應該都會維持到這種風格 反戰一定會走不掉 其實莫說高達是日本人的核心價值 但是這次好像搞得簡直是單外星人 是的 我真的有點不接受 但是有人告訴我 可能後面會有新設定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又是某些人的陰謀 變成要接受時代的改變 當然他們都不是完全扭轉了 就放棄舊觀眾 剛才說過他一直有其他OVA 外傳那些 其實他AGE之外都有獨角獸 這條線是給一些舊世代的人看的 其實他都在這個層面方面 大又吃你 小又吃你 其實都記得幾準 我想問獨角獸 如果入門拿走 一開始是獨角獸可以嗎 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講的話 是由整個獨角獸一開始已經講起的 我想尤其是因為他是OVA 他只有一兩個小時講 其實我一開始看 我沒有看完小說 一開始去看的時候 我分不清什麼勢力打什麼勢力 入門都是要由他需要元素比較重的 如果你只計算動畫 獨角獸一開始是不適合入門的 但是小說可以當作是一套獨立小說看的 小說交代詳細很多 小說其實他講的話 當然你要知道007、9年發生什麼事 雖然小說也有些交代 但是其實你當作是一個獨立作品 小說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小說來說 我弟弟就由Z Gundam那一輯開始看 然後個別補回中間的OVA 他說如果有看馬沙之反擊那部電影 然後看獨角的時候都OK 因為他的故事就是馬沙之反擊之後的三年 他故事上其實有時候提起一些舊事 大概就是馬沙之反擊那時候聯邦和智戶的關係 如果有些年紀又沒什麼時間 但又想接觸Gundam的人 就可以由劇場反馬沙之反擊 再看這部電影 再多一點時間就看高達那三部電影 就是那三集 總共三集的 那一部是講的是 這個是總集版 那三部電影是 重製 它是電視版的43集的剪輯版 雖然有些人覺得我很重要 那些反戰的剪輯 但是我覺得作為了解的都挺舊的 有時候再在網上找到 當然有時間就自己剃光了 但是現在不是那麼多人 接受到那時候的畫風或者節奏 所以如果速食的話 可以由電影版的 這個是有一個好處的 其實終於有一個途徑 可以看《安源良和畫》那套The Origin Oregon 還未出完 出完了 它現在有新篇 不過它說《零年七九》那段已經完了 雖然它有些改動 故事實上有些改動 但是如果要了解《零年七九》這個故事 是可以由這套畫馬入手 那幾個途徑 當然我相信更大部分都是由 新世代 都很難要求那麼多 但是它不同年代都支撐著 因為《機閒動畫》 早幾年我們有看過 好像真是沉寂了 等如街霸那樣 那些都是彈花一弦的作品 都很精彩 其實《機閒動畫》沉寂了很久 由九十年代開始 開始已經沉寂 除了高達一直都有之外 近年才開始有些 《天原日破》那些出回來 其實都沉寂了很久 其他就是銷售意念 或者變成《Ever向》那種 《迷之主角打迷之敵人》那些 高達是不同年代 都作為一個大黑處 支撐著《機閒動畫》 它也有很多影響了整個 動漫文化界的存在 很多作品都因它 軟及四川 搞惡搞 你又要來個首尾呼應 說說四川 如果覺得 為什麼這麼奇怪 幾十年來都看到高達而未去看的話 希望聽完今集之後 了解一下 其實如果不同取向的朋友 都可以選擇適合入門的地方 但如果作為女性的觀眾 你們有沒有特別推薦 簡單而言 Wing 簡單而言 那就看看你喜歡哪個星優 哈哈哈哈 星優紅 因為Seed和Wing 不是Seed和OO 怎樣說 吸引新的女性觀眾 我想星優佔的比重很高 因為Wing 基本上會看Wing的 都已經是比較上一個世代 如果在這幾年 才開始 比較接觸多些動漫畫的女性觀眾 的話 應該都是 星優對她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嗯 這樣一定是 應該都是動畫的樂趣 這樣其實都是Double O 因為Double O 4 星優4 其實她都選擇得很盡 而且她一季 她所謂兩季 但其實都是四十多集 對 我沒有C和CD那麼兇 但我打成八集 但如果是對政治或戰爭的興趣 未必有那麼濃 或者是看得到會覺得有點利益 其實如果看零零的話 這方面比較濃 可能會又撤退了一群女性 你覺得零零政治有意味重 我覺得Wing的話 因為如果和Wing對比起來 Wing其實很著重說 每個角色的成長 還有她們自己經歷 還有她們都很有個人特色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是一些 未必是這麼喜歡看戰爭的女宅 可能Wing又會更好 不過我直接問一下 兩位看Double O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她一說到一些政治觀念 會想飛 其實我嫌她不夠 就算Seed 和Double O 和Wing 我都會覺得 我嫌她的意味不夠 我會嫌她的世界觀不夠大 我會 還有Double O 基本上 她的線捉得好 就算我不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就這樣順著她的故事 就這樣看她的Surface 你想想Double O 第二季 第一幕 第二季一來 就給Hallelujah 那個捆綁的鏡頭你看 喂 政治這些東西放在哪裡 好過分 基本上她的線已經是這樣 如果你不喜歡政治 我已經有了這些原素 視覺原素的東西 有一堆光碟岩的衝浪 波儀衝浪衝過來 去衝擊你那個感官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已經滿足到 瘦了 又不是瘦了 還是那句 你不用我腦去看的話 不是 其實我又覺得 Double O 戰爭味又不太濃 不過我也是拿Wing來對比 所以才這樣說 特別是我當年 也是看Wing 所以其實Double O 裡面所說的東西 其實在Wing裡面已經有足球 也有足球 也有 當年 太加密油 那時候又知道 所以 其實我又不覺得她特別濃 但是如果你是婦女的話 就一定是Seed 我又補一句 如果是香港人 你一定要看G 應該一定要 我當初是很討厭的 我在Hobby那裏見到一些人 我未看這套電視動畫 但我看到Hobby那裏出的模型 又生雞又水魚都是高達 我想問 Gundum他帶出的訊息就是 反戰很重要 但他每次都會有一個迷思 其實他每次都帶了一個問題出來 因為這些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其實他到最後 到現在 他都解決不了反戰 因為戰爭一定有 所以Gundum也是長對長有 但他這套東西帶出來是反戰 但當他每次有這麼多轉變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三全世界裡 又帶起了某些戰爭 這麼嚴重 所以其實 就是傅野不斷做Gundum 不斷提醒大家 其實跟宗教一樣 不是一次就可以 或者下一代的人 又要重新灌輸這種思想給他 高達利某程度都可以覺得是這樣 不斷傳教 不斷宣揚反戰精神 或者戰爭那種不人道 有時候我上網很害怕 看到有些人一說到 跟不同國家 日本也好 俄羅斯也好 越南也好 中國跟他打過仗的地方 就說 開他拖 打他 通常說這些人 就是不了解戰爭的殘酷性 日本人 經常希望透過一些 次文化 去希望 都帶起到這個 精神去灌輸大家前面的文化 和平 不要打仗 所以 我欣賞高達是這樣的 不是說 他始終有很多商業元素 但是只要他維持得到這個精神的話 都可以叫做高達的作品 反而很多其他日本的系列 譬如 《蒙面超人》 我覺得他就沒有他當初那種核心價值 他的核心價值就是 將改告他的因人全部殺死 不是欣賞的 但他都沒有人抓的 《蒙面超人》 他當初 《蒙面超人》 都是有一點反戰的 作為一個被改造 侵略用途的士兵 如何去反抗這種體制 但現在那些都沒有了 我覺得高達還能維持得到 雖然比以前淡了一點 因為我看Gundam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明顯 他是在反射現在地球軍事競賽 我弄一件武器 就弄一部Gundam 你有一部Gundam 我弄一部Gun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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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競賽 其實Double O是會更加強烈的 這方面又更加強烈 因為他用現世的世界來做故事背景 他們幾個人要挑戰一個這麼大的軍事聯盟 到時候有機會再慢慢講 入門我怕太重口 又被人投訴 另外也分享一下去年去過日本 在七月園開的Gundam Cafe 奇門而是 在新製造好的JR七月園站的旁邊 就開了 以Ever實體店是否跟他打對賽 我想問我 那時候我又不太看到 Ever實體店是剛剛開的 剛剛開的 在附近 不太記得 作為一個高達宅 都去觀光一下不錯 買的我覺得很厲害 雖然有個高達人營燒 他跟回當年1比144的模型這麼大 做出一個燒餅的 即是否類似釣魚燒 這個很吸引 很吸引 對 龜哥夫的模型 多錢 我記得好像是500日圓 500日圓都可以 是否要拿100幾公斤 沒問題 自爆 爆紅豆漿出來 有興趣的朋友去觀光一下 或者親身試一下 都是一件 賞心樂意 我聽說有杯飲品 是叫做馬沙之反擊 是美國之反擊 那些經驗不夠膽試 又要排隊 今集我們還有沒有留樣 還未交代 也大致上回應到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開關於高達 大家反應好的話 應該好很多 有兩位平衡一下 上次光陽未太重 到時有機會再請不同的嘉賓 上來細心分析每一套高達作品 今集時間到這裡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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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